中国游客占美国旅游业的很大一部分 这对旅游业来说是个好消息 仅在2017年就有350万中国游客 在美国度假期间花费了330亿美元 中国游客将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 统计数据显示 来自中国的度假者热爱纽约 及其地标 也喜欢参观华盛顿决策的地方 与此同时 他们也被旧金山等拥有大量华人社区的美国城市所吸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艾可的幸福生活 我是艾可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美国的人文风俗 还有世界奇闻趣事 生活小百科等等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随手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是老观众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您的小小点赞会鼓励我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就是干净世界 3w.干净world.com 这个网站上也有我的频道 名字就是艾可的幸福生活 现在就给大家介绍 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12个美国旅游目的地 第一个地方是纽约 对大多数中国游客来说 去纽约旅行绝对是必须的 否则他们的美国之旅将是不完整的 纽约市也翻新的机场和新航站楼 以及新的国际活动 欢迎国内和国际游客 当然 它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中国游客 另外 对于大多数到纽约旅游的中国游客来说 一个重要的景点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是位于纽约州水牛城的三格大瀑布 从纽约市前往瀑布 需要几个小时 但是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一个宏伟的景观 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瀑布 实际上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旅游景点之一 每年接待超过1400万游客 在2018年 纽约报告了创纪录的5620万游客 这是游客数量连续9年持续增长的标志 在国际游客中 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大 来自中国的游客超过了107万人次 第二个地方是世界娱乐之都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诉称罪恶之城 被称为世界娱乐之都 为什么 因为它为游客提供了许多娱乐的选择 例如热闹的夜生活 引人入身的表演 国务馆 主题公园 无尽的游泳party等等 拉斯维加斯是最受中国公民欢迎的 美国目的地之一 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中国游客前往拉斯维加斯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为了享受该市的赌博场所 相信您在拉斯维加斯的电影中看过 赌博是一门大生意 在这里有许多大型赌场 如果你喜欢赌博 或只是想喷喷运气 拉斯维加斯是进行赌博的理想场所 并记住你要把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事情 留在拉斯维加斯 赌博无疑是拉斯维加斯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但是这里也有博物馆 剧院和众多的娱乐选择 尽管它不是家庭的最爱 但拉斯维加斯在美国最受中国公民欢迎的 城市名单中仍然名列前茅 第三个地方是洛杉矶 洛杉矶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美国目的地之一 洛杉矶拥有庞大的华裔美国人社区 虽然有许多世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家庭 但也有一些相当新的中国家庭 他们被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商业机会所吸引 这可能是许多中国游客前往洛杉矶的原因之一 继墨西哥之后 2016年中国有110万人前往洛杉矶旅游 中国游客青睐洛杉矶不足为奇 事实上洛杉矶是中国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 2018年有120万人次入境 比上一年增长了6.9% 这些游客在娱乐 食品 酒店和零售方面 花费了16亿美元 中国游客荡发美国第二大城市以后 都在做什么呢 前往好莱坞星光大道 为印有名人名字 手掌和脚印的明星拍照 参观每年举拜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杜比剧院 游览好莱坞杜莎夫人蜡像馆 那里展示着世界领导人 体育偶像和名人的蜡像 到好莱坞标志那里去留影纪念 在威尼斯海滩沐浴阳光 另外 参观环球影城 在那里人们可以享受一些电影主题活动 如侏罗纪公园 过山车 电行金刚 三地和行尸走肉演练的景点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客人 并使他们的访问更加愉快 环球影城还提供普通化的公园游览服务 第四个地方 黄金之城 旧金山 有什么理由不爱旧金山呢 这里天气宜人 餐厅和美食都是一流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无以伦比 旧金山可以轻松成为中国游客 美国行程的最佳一展 原因有如此之多 以至于在2018年 按照游客的数量计算 中国旅游社团 跻身该市前五大市场之列 第五个地方 分城芝加哥 芝加哥这座大都市被来自中国的度假者提供了很多东西 天际线是标志性的 建筑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可以在家里展示 此外 在豪华酒店和米其林星级餐厅之间 游客可以大饱口福 那些喜欢历史和文化的人将有机会参观该州一些最好的博物馆 并找到大量的现场音乐演出和娱乐选择 第六个地方 权力中心 华盛顿特区 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中国游客的必游之地 这里是美国的首都及权力中心 每年有超过30万中国游客访问华盛顿特区 显然 大多数中国游客前往华盛顿是为了参观白宫 在美国总统居住的房子外 拍照留念他们的美国之行 参观白宫后 前往林肯纪念堂 华盛顿纪念碑 杰斐逊纪念堂 是中国游客在华盛顿旅游计划中的其他一些景点 在这些国家纪念碑上 他们可以了解美国的伟大历史 另外 还有国会山 国家档案馆和史密森尼博物馆之旅 也是华盛顿特区的热门景点 第七个地方 西雅图 西雅图以多余而闻名 夏季是游览西雅图的最佳时间 对于中国探险者来说 这是一个多样化的目的地 可以满足各种口味 例如 大自然爱好者将有机会步行 穿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公园 并在海滨放松身心 但与此同时 西雅图也以其众多的咖啡馆和餐馆 以及令人兴奋的音乐场所而闻名 登上渡船并在太空针塔上浮含城市 是西雅图不容错过的体验 我们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 就看过这样的场景 第八个地方 迈阿密 那些喜欢温暖的地方的人应该前往迈阿密 佛罗里达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 中国人将迈阿密视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迈阿密的房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投资回报率很高 与此同时 佛罗里达州拥有田园湿湾的海滩 豪华的酒店和戈尔夫球场 当然还有迪士尼乐园 第九个地方 波士顿和哈佛大学 由于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卓越中心 波士顿的访问量也很大 尤其是学生 哈佛大学的希望者及他们的家人 对于中国家庭来说 教育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很多家长前往哈佛大学参观 也是必然的 然而 每年有数百万人前来参观的波士顿 还有更多的景点和活动 以下是该市的一些景点和活动的例子 自由之路 法尼尔厅市场 美术博物馆 博斯特 公共花园 第十个地方 费城 中国是费城游客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2018年 有82,000名中国游客进入了这个城市 他们是最大的消费群体 留下了1.36亿美元 费城拥有美国历史和文化中一些最著名的景点 例如《自由》中和电影《洛奇》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场景所拍摄的楼梯 第十一个地方 夏威夷 对于许多寻求完美海滩假期的游客来说 夏威夷一直是美国的绝佳目的地 这个州完全由岛屿组成 有六个主要的岛屿 一年四季 气候宜人 在夏威夷度假的中国游客喜欢冲浪 了解海洋生物 赏金 游览火山遗址 或只是在沙滩上闲逛 夏威夷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 是欧湖岛南岸的危机海滩 欧湖岛是夏威夷最大城市 潭香山的所在地 如果您是前往夏威夷的中国游客 你会很高兴得知夏威夷旅游网已将其网站 go hawaii.com有中文的语言 方便您在访门前或访门期间 阅读有关夏威夷的信息 在这个网站上 您将了解夏威夷的文化和参加的活动以及美食等等 第十二个地方 有点出乎意料 是亚利桑拿州 每年有数百万名游客前往亚利桑拿州 主要是为了观赏大峡谷 克罗拉多河在过去600万年里冲刷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峡谷 它的平球深度1.6公里 宽度29公里 是地球上最深的峡谷之一 前往大峡谷的中国游客 可以使用远足小路到达观景点 欣赏大峡谷的壮丽景色 也可以乘坐直升机游览景点 在大峡谷自然小径上 骑罗子和在克罗拉多河上漂流 也是客人们喜欢的其他活动 和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 这个景点每年接待数百万的游客 大约有500万人次 因此 如果你打算游览大峡谷 建议大家提前制定旅行计划 因为在夏季 国家公园的酒店或露营地的住宿可能非常困难 大家需要提前预定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美国旅游目的地 美国是一个幅远辽阔的国家 如果你要从中国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前往美国 决定去哪些地方可能会比较难以选择 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更加轻松地规划美国之旅 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 请点赞转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Echo 我们下期再见